哈喽,大家好,今天教大家做一款今年特别火的一款月饼,花生月饼 寓意是好事会发生,喜欢吃的跟着我一起吃做一下吧 碗中加入140克转化糖浆 30克玉米油,4克碱水 充分地给它搅拌均匀 再加入200克普通面粉 先用硅胶铲给它上下按压翻拌均匀 再下手上下按压的方式给它揉成一个光滑的面团 盖上保鲜膜松弛一个小时 接下来再调馅料 碗中加入150克花生碎,30克瓜子仁,35克白芝麻 200克莲蓉 给它抓捏成团即可 把馅料和皮各分成15等份 取一个面皮在手心中按扁 包上一个花生馅 用虎口收拢法收眼紧实 全部做好上面撒上一层玉米淀粉 放到50克花生月饼模具中 给它按压出花形 全部做好依次摆入烤盘中 上面喷上一层清水 送入体验与热好的烤箱中下层 上下火200度烤6分钟 再转上下火180度烤13分钟 这样好事会发生的月饼就做好了 喜欢学会的小伙伴赶紧度数制作吧 每时每天更新 感谢大家的支持 明天再给大家更新 世子的月饼 喜欢的留个关注 感谢支持